新闻话题也要来聚焦 岁末年中我们来看看人类银行调查 员工最期待的韦牙主持人 冠军就是在今年跨年会到台中压轴登场的 综艺天王吴宗宪 原因是因为他又能主持又会唱歌 所以荣登员工最喜欢看到的韦牙主持人三冠王的宝座 而在歌手的部分 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天团五月天了 而且是连续七年夺得第一名 天后蔡依林则以些为的票数位居第二 综艺天王吴宗宪 不止今年将首次献出跨年演唱处女秀 在台中厚礼力宝场倒数后压箱演出 在民众票选最喜欢的韦牙主持人上 更荣获最爱主持人第一名 拿下三冠王 而第二名同样也很大咖 我们看哪边反应比较热烈有没有 好经营主持功力了得 除了是各大企业爱情点 员工也爱看到他在尾牙上妙语如珠 至于Lulu则是后起之秀 资历较浅但魅力不输天王天后 小S和蔡康永一出场总是笑料百出 也让员工们敲碗好想看到 而在尾牙表演嘉宾上 冠军毫不意外再次由天团 五月天拿下七连霸超风光 而天后蔡依林则是以协为票数 位居第二 员工抢不到演唱会入场门票 之后寄望老板能把他们 请来尾牙现场 至于林俊杰 肖金腾和SH1也备受员工爱戴 尾牙除了想吃好料想抽大奖 有大咖艺人加持 更能让尾牙嗨翻 锦上添花 记得动报道 咖啥 CC